中子是组成原子的粒子之一 也是影响元素物理性质的关键 原子中有原子核以及电子 而原子核中又有质子与中子 中子是怎么被发现的 就让我们一起来一趟探索中子之旅吧 中子如此重要 但发现中子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 19世纪初期 科学家以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 直到1897年 英国物理学家他陌生发现电子 才证明了原子是可以进一步分割的 接着1911年来自纽西兰的物理学家拉赛普 通过α粒子撞击金箔实验 提出了原子核的概念 1919年拉赛普通过氮的实验发现质子 此时科学家认为原子核只包含质子 而电子负责平衡电荷 但是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带正电的质子 不会互相排斥挤在原子核中 直到玛丽居里的女儿伊雷娜 与其丈夫佛雷德里克在巴黎发现能将质子集出的射线 他们以为这是伽玛射线 也就是电磁波的一种 这时候英国的查队克意识到这不会是伽玛射线 若是伽玛射线 它的能量会非常巨大 在满足手和定律的前提下 可能是跟直子有差不多质量的粒子 经过一番研究 他经觉这股穿透性强 又不带电的射线 应该就是直子间的粘着剂 中子 1932年查队克正式发现中子 大家复习一下 历史上先发现电子 再来是直子 接着是中子 从查队克发现中子到现在 中子都被用在哪些地方呢 它被用在医学治疗上 像是放射性治疗 或是研究蛋白质结构 开发新药等 中子也被用在工业方面 透过中子影像技术 可以测量设备中的裂缝 太空舰艇制造 或是石油化工都能因此受益 中子也与核能发电息息相关 核能发电是透过核分裂反应中 释放的热或的能量 核分裂是U-235被中子撞击后分裂 释放更多中子 这些中子会继续撞击 其他的U-235 产生连锁反应 释放热能 为核能发电提供能源 中子协助人类科技开展新篇章 但中子是否还有更多潜力等着我们发掘呢 让我们继续期待中子的更多应用吧